海巡署中部地区巡防局嘉义建东石安检索 昨天下午接获科信民众通报 阳近有人驾驶海钓船张瑞敏号出海钓鱼正当要返港时 发现前外机故障搁浅在白水湖外1.5里处和驾驱 动弹不得当时风浪大情况危急 第五巡防区出动船艇抢救脱困 海巡署今天公布抢救情形 呼吁发现不法或海域救难 可拨打海巡署118服务专线 昨天下午东石安检索中卫兰乡正等三名海巡人员 以及灵性渔民驾驶渔船共同出港 与海巡艇会合在事发海域救援 适逢潮水较低 受限水深海巡艇无法靠近救援 在外侧持行监视介护 灵性渔民开船靠近 当时阵风五级观测将船不断摇晃 碰撞河下 在漫步恐船翻覆 救援人员顶着枪风及水深不足 靠近搁浅船阀 确认阳性男子安全无余 海巡人员上船系上揽船后 中将张瑞敏号脱离河架区 顺利将船阀脱带回东石渔港 阳性男子感谢海巡官兵协助脱困 中部地区巡防局第五巡防区说 他们编制机动行动救援车 配付防护头盔救生衣 浮水漂神带卷线延伸式浮水绳 救生圈 潜水三宝苏醒球 以及近岸潜水装备等 救生救援装备 若遇海域救难情势 可拨打118服务专线通报 阳性钓客驾驶海钓船 张瑞敏号搁浅在嘉义舰东石香白水 湖外1.5里处合架区 情况为及 海巡属第五巡防区 出动船艇抢救脱困 涂海巡属第五巡防区提供 分享阳性钓客驾驶海钓船 张瑞敏号搁浅在嘉义舰东石香白水 湖外1.5里处合架区 情况为及 海巡属第五巡防区 出动船艇抢救脱困 涂海巡属第五巡防区提供 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